主席是应该服务议会 不是自己濫权 濫权 濫权 狂妄自大 自我膨脚 不可一世 反对派提这个不信任动议 其实是一个 毁过于人的举措 拜托你们不要再为你们拉布的恶行 涂脂抹粉 也不要尝试 透过用这次的不信任动议 尝试去合理化你们过去在议会里的拉布 以及捣乱的行为 以一被两检的事件作为一个例子 反对派在过程当中 他们问题重复又重复 他们有不断不断的规程问题 但是主席 这些规程问题 其实是假规程 真捣乱 作为立法会主席 当他要决定 让我们的议会可以重复正轨 或者可以有正常运作的时候 他们就一定用尽一切办法 扭尽陆阴地围攻主席 如果反对派坚持他们自己拉布 是对的时候 最后是令到我们市民承受苦果 议会不能正常运作 是会最后由市民去埋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道球